Otomo EAC TREAT TREAT CREAT 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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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一小時車程到工車村 然後到了風車村大概大概兩個多小時要到賽哥維亞 所以我們今天晚餐就在賽哥維亞享用烤乳桌 然後也會在賽哥維亞 也會住在賽哥維亞一個晚上 早上跟大家聊到歷史 雖然早上聽起來好像大多人睡覺只有一個人在自言自語 不過團員說有在聽嗎? 有 好啦 再跟各位聊一下哥倫布先生就好 然後就讓大家午睡 哥倫布先生 大家聽過他了嗎?對不對 很重要的人 因為他開啟了西班牙的黃金時代 那他本來是熱內亞人 就是義大利美穿 他入籍葡萄牙,學葡萄牙老婆 那哥倫布相信地球是圓的 他提出往西航行的計畫 以前葡萄牙都是沿著非洲的好望角往東邊走 為什麼當時教宗說 教宗說教宗最大 以前歐洲的教宗最大 國王還當 他說地球是平的 那哥倫布本來找葡萄牙 國王贊助 被葡萄牙拒絕了 當時國王整個看起來像詐騙集團 怎麼可能往西啊 往西不就是 教宗說了 地球是平的 往西走會有惡魔把船跟人給吃掉 所以哥倫布就拒絕他來了 那還好 那後來哥倫布呢 他就跑來找西班牙禁見 天主教雙王 也就是伊莎貝爾女王 克成本安德國王 本來也是被拒絕 那還好哥倫布呢 這是伊莎貝爾女王的神父 神父就問了哥倫布說 你為什麼要去航行啊 哥倫布就回答說 因為我要去傳播我們的聖教啊 也就是天主教 那後來呢 伊莎貝爾女王第二次召見哥倫布 這次喔 女王是同意贊助他的航行計畫 當時其實他們才剛剛光復了國土 同一年 其實國家還沒什麼錢啊 女王賣掉了嫁妝來贊助哥倫布往西航行 哥倫布在1492年8月23號那天出航 總共有三艘船 他在10月12號發現了新大陸 所以10月12號呢 是西南亞的國慶日 叫做Discovery Day發行 那哥倫布呢 他到了美洲之後呢 以為他到了印度 他把當地的原住民呢 叫做印第安人 所以美洲的原住民呢 就莫名其妙被叫做印第安人 有沒有 人家根本不是印第安人 根本不把他叫 他就取一個跟他們完全沒有關係的名字 那哥倫布第一次的航行呢 是成功回來的 他帶回來很多的東西 包括土著 那他一生呢 為西班牙總共航行有四次 只有第一次是成功的 晚年呢 還被誣告說想要當殖民地的王 所以後來呢 被女王搬眼 被女王搬在牢裡面 哥倫布先生呢 他晚年非常的痛恨西班牙 他交代他的後人說了什麼 他說不要把他葬在西班牙 最後他是死在牢裡 那既然說 美洲是哥倫布發現的新大陸 應該叫做哥倫布州 但是為什麼反而叫做亞美利加州呢 有原因的嗎 因為 我們說哥倫布他是 他是以那個 他在1992年到達美洲的時候 以為他到了印度嘛 他把他叫做西印度 他把他美洲叫做西印度 那哥倫布是個志士很高的人 他知道自己很厲害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厲害 他這輩子呢 都不知道他自己發現了一個新大陸 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史 那這個時期 同一個時期 有一個探學家叫做 Amerigo Best 那他寫這本書 書裡面說明呢 他到達了一個新大陸啊 等等啊 那這本 他其實是跟著哥倫布的腳步走的 因為他當時本來是一個賣肉 賣雜貨的商人 那當時很多探學家 他當時也提供一些雜貨啊 什麼給哥倫布的商船 但是呢 後來他自己也想要當探學家 就自己去了 那他就寫了一本書 講他的那個 講他到那個美洲去的故事 那後來德國的神父 今天地理學家也看到了這本書 所以後來呢 這位神父 德國神父 在出版世界地圖概論的時候呢 就把這個地方標示為 Amerika 就是這位 剛剛講的那位先生的 發現的地方 所以後來的製徒者們呢 也就跟著他叫了這個名字 怎麼西班牙發現的土地 變成一個義大利的名字 西班牙雖然很惡玩 但是他也沒辦法 好 那有哪個國家 是以哥倫布的名字命名 大家知道嗎 對 對 哥倫布的名字 哥倫布的名字 是為了紀念 哥倫布的名字 哥倫布在1992年發現 之後的命名 第四呢 哥倫布是國第四 那其實西班牙也曾經 致命過亞洲 像是菲律賓 大家知道他們也佔領過 我們的北台灣知道嗎 他們到達台灣其實沒有太大的野心 他們其實想要經過 除了政治 想要宣傳他們的天主教之外呢 他們想要去西班 跟中共 那他們身天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